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心想成为偶像大斯汀霍斯曼那样的实力派演员 1982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 包括了第11届无限议员培训班 出众的外貌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 让他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和梁朝伟 欧阳振华 周星驰 吴振宇成为了同学 培训班毕业之后 全班70多人 只有20人成功签约留在无限当演员 林俊贤就是其中之一 林俊贤刚出道不久 就和刘德华合作了电影《林奇》 林俊贤在《林奇》中的出色表演 让TVB高层记住了他 娱乐圈一直有句智力名言 小哄靠碰 大哄靠命 林俊贤或许就是那个天选之子 命中待哄 1985年刘德华想将发展方向转向电影圈 这与TVB安排的路线相反 因此被TVB雪藏 之后 相貌演技俱佳的林俊贤 则成为了TVB力碰的对象 一年后 林俊贤和黎明合作的电视剧《男儿奔色》 他凭见徐湘这个角色一夜爆哄 被观众们评为香港第一美男 并一部成为了TVB一线演员 资源好道爆炸 之后林俊贤还和王祖贤继续合作了 《发中情》 《潘经连之》《钱是惊声》等影视剧 一度和王祖贤成了荧幕CP 自此林俊贤的心路仿佛开了外挂 一路顺风顺水 彼时 他同期的同学周吴振宇还在街边卖玩偶 周星驰还在儿童台当主持人 也只有梁朝伟能与他比戒 1993年 林俊贤和张曼玉合作了《飞跃迷情》之后 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情深到来生》 没多久 他又签约了《少氏》电影 成为了影视歌三夕全能艺人 彼时他还放出豪言 一定要拿个奥斯卡奖 一时间林俊贤在香港的人气 远超在刘德华当年 男女老少通吃成了新一代偶像 放肩传闻 女生林俊贤也曾拜倒在林俊贤的盛世美颜下 据说当年两人一起合作时 日久深情 林俊贤主动表白 没想到却被林俊贤拒绝了 只因为当时林俊贤一心想发展事业 1994年林俊贤开始向台湾发展 出演了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 他演的李世民《风神》《俊朗》 一度成为很多影迷心中的白月光 他也凭借这个角色红遍《海峡两岸》 这部剧一度让他的事业走向巅峰 就在粉丝期待他能早日拿奖 走向更大的舞台时 林俊贤却突然宣布 赚够5000万就能退出娱乐圈 是什么原因让林俊贤甘心放弃 热爱的演艺事业呢 就要从一段绯闻说起 1989年刘嘉玲和李俊贤合作的电视剧 《上海大风暴》 通常一部新剧有热度炒CP 历来都是媒体炒作的首选方式 在《上海大风暴》中 刘嘉玲和李俊贤的感情线 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于是在宣传的时候 剧组开始炒CP 电视剧是被炒热了 然而却给李俊贤带来了无尽麻烦 一次舞会上 李俊贤和刘嘉玲跳开场舞 原本两人只是正常跳舞 结果当天就有八卦媒体 说他们俩恋情曝光 在舞会上大情骂俏 好巧不巧的是 那次舞会 旭金亨也在 于是媒体抓住机会 开始大肆报道这段三角恋 彼氏刘嘉玲和旭金亨 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 一心以为能加入豪门的他 在一次节目中自爆 将和旭金亨结婚 不想旭家人不给面子 直接忽略 没这回事 旭金亨本人不直接回应 结婚这件事 也不选择分手 总之两人就这样 欧断四连 一直没有断干净 于是林俊贤莫名其妙地 成了第三者 因为林家和许家 都在商界发展 难免两家会有交集 林俊贤只能出面成亲 和刘嘉玲没有关系 只是媒体一笑 不听当事人的话 有一次 林俊贤和刘嘉玲一起去 拍宣传照 工作结束之后 剧组人员邀请他俩 一起去看电影 然而当天在电影结束之后 有记者拍到他们一起 从电影院出来的照片 第二天 林俊贤 刘嘉玲约会看电影的新闻 就上了抱着头条 报纸还配上了 两人一起出电影院的合影 这一下物证都有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 被爆出绯闻 林俊贤第三者的帽子 是坐实了 之后有媒体爆料 刘嘉玲当时的男友 是梁朝卫 三角链就这样 变成了四角链 为了撇清关系 林俊贤直接对媒体说 宁愿喜欢男人 也不会和刘嘉玲在一起 被扣上第三者的帽子 让林俊贤很反感 家里开始催他 退圈继承家业 没多久他就宣布 赚够5000万就退出娱乐圈 这下媒体又开始 把他退圈原因 归结为爱不得 因情商退圈 这次的绯闻事件 对林俊贤影响很大 也让他意识到 娱乐圈是一个是非之地 为了能早日赚够5000万 然后退圈 林俊贤开始了 紧锣密鼓的工作 五年拍了17部戏 1996年他拍完电视剧 孙子兵法治战国传奇之后 正式退出了娱乐圈 然而可惜的是 那段时间他只追求了高产 没有好好的打磨角色 也只有李世民 成为了他演余生涯中 唯一的经典角色 退圈之后 林俊贤投身上海 只是他的运气 似乎也留在了娱乐圈 隔行如隔山 虽然林俊贤演过很多商业精英 但是现实生活终究不是演戏 彼时他万万没有想到 投身伤戒 会让他变得一无所有 1995年 圈外混血女友温迪 陪他一起前往台湾 彼时林俊贤 在唐太宗李世民剧组拍戏 温迪就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 为他找当地美食 两人恩爱的样子 曾一度让剧组其他人羡慕嫉妒 只是当初两人有多甜蜜 后来就有多虐心 林俊贤退出娱乐圈之后 火速和温迪结了婚 并接受了家业 林俊贤虽然出身商业世家 但他经商的天赋着实一般 而他前些年又将精力 都放在了演艺事业上 天赋一般 再加上后天努力不足 没多久 因为经营不善 公司破产 俗话说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破产后林俊贤 很长一段时间都一蹶不振 温迪觉得和他在一起 看不到未来 于是提出离婚 独自带着女儿去了国外 妻子的离开 让他意识到不能再颓废下去 他决定从头再来 带着谨慎的钱 去了投资公司 开始学习炒股 想通过炒股来翻盘 当时股票行情不错 没多久 林俊贤就赚了一大笔钱 东山在一起之后 他遇见了第二任妻子 两人结婚后 生了一个儿子 只是好景不长 金融危机爆发 林俊贤 一个决策失误 股票配了个金光 这一次失败 让他精神压力过大 情绪不稳定 一点小时就能让他 情绪失控 儿子在家都不敢大声说话 妻子忍无可忍 带着儿子和他离了婚 没过多久 二婚妻子就嫁给了 他的好兄弟 黄紫阳 还让儿子改姓黄 此后十多年 儿子都没有和他亲近过 那年林俊贤 白头妻离子散 甚无分文 2009年 有网友爆出 林俊贤在深圳 租一个月3000元的房子 和其他住着豪宅的明星 小比林俊贤 确实稍显落魄 沉寂几年之后 林俊贤决定重回老本行 2014年 他和苏友鹏合作的电影 《最佳嫌疑人》 电影上映后 反响平平 曾经的香港第一美男 早已无人认识 之后他又陆续出演了 《百色修纸服》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等影视剧 不过都是一些配角 戏份很少 赚了一些钱之后 林俊贤在深圳 开了一家影视传媒公司 2015年 林俊贤抓住了互联网 《红利7》 开始涉足自媒体 和电商行业 每次出席活动 林俊贤身边 都围着一堆望红 还因此获得了一个 望红杀手的称号 眼看着林俊贤的商业帝国 越来越大 谁知年底的一次天灾 影视行业受到冲击 他又赔了不少钱 61岁的林俊贤 不得不再次进入娱乐圈 丑心大拼 4月20日 林俊贤出现在电影 《固惑风云》的开机仪式上 一头白发已经染成了黑发 还记得他曾经说过 因为患有很严重的皮肤 并无法根治 所以不能染发 如今为了工作 迫于无奈 他只能冒着旧病复发的风险 将白发染成黑发 尽管如此 林俊贤在《固惑风云》 这部电影中 依旧只是一个配角 男主角是只演过 网剧《欲望森林》的李胜雄 林俊贤的境遇 不得不让人感叹一句 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曾经的娱乐圈 天选之子 如今却成为了网红 沦落到给18线小演员做配 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 他还在外拼视野 在他的社交平台上 时常能看到 他宣传自己的公司 以及影视剧 然而评论的人 却寥寥无几 昔日的男神 已经车为过去 如今他在社交平台的粉丝 才49万 还不如一些网红人气高 在事业巅峰时期 他放弃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偷身伤害 虽说这么多年 他经历了各种大起大落 被一欢离合 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自己曾经的选择 作家陆瑶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 其实无非是矛盾 与选择的综合体 无关对错 仅仅在于我们 是否有勇气在矛盾中 做出选择 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 在外人看来 林俊贤 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但对于他而言 选择没有对错 即使错了 他也有勇气 承担这些后果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分岔路口 每一个岔路口 就像一个盲盒 没打开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 它是惊喜 还是失望 惊喜也好 失望也罢 一切都是生活的馈赠 无论你选择哪一条 都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的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 请多的订阅